8月13日周四 美股三大股指涨跌不易 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人数 降至100万以下好于预期 市场继续关注财报 昨日盘后 美国第二大打车应用软件LIFT 发布二季度财报 营收3.393亿美元 同比下降61% 活跃乘客数为868.8万人次 同比减少60% 报告称 由于冠状病毒疫情 使乘车需求锐减 尽管亏损幅度巨大 但依旧好于预期 LIFT股价下跌5% 该公司维持其展望 预计明年年底将实现调整后的 EBITDA盈利 此外 全球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Sysco 也在昨日公布财报后 迎来今日的暴跌 Sysco第四财季净利润为2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22亿美元增长19% 第四财季营收和调整后 每股收益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师此前预期 但是对于下一个季度的疲软指引 以及CFO Kelly Kramer的即将退休 使得Sysco今日跌幅达到11% 苹果透露 最快于今年10月份 与下一代iPhone手机 一道发布名为Apple One的服务包 以鼓励消费者订购更多的苹果服务 从而促进经常性收入 服务包括不同级别 基础级别包括Apple Music和Apple TV Plus 价格更高的套餐除上述两项服务之外 还包括Apple Arcade游戏服务 再下一个级别包括Apple News Plus 随后则进一步添加了可用于存储文件 和游戏的额外iCloud存储空间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